大家好,我是Chish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三早組美洲杯分組賽D組美倫哥斯達利加會面對巴拉圭的挑戰 巴拉圭已經毫無出線可能,球隊的士氣已經磨滅了 反觀哥斯達利加尚傳一絲出線的希望 所以今場比較支持哥斯達利加可以贏球 首輪打和巴西,哥斯達利加目前以1分排D為第3 理論上球隊仍有出線可能,不過由於正勝球和積分都要比排名的第二巴西少 哥斯達利加想出線的話,今場就要全力以赴,爭取大炒巴拉圭 球隊一定要找過去世界杯中北美洲區外圍賽的進攻表現才可以 當時哥斯達利加兩場比賽一共入7球 當中烏加迪和辛莫拉都有入球 今場需要多加努力幫助球隊打開進攻局面 防守方面,哥斯達利加今屆美洲杯失的3個球 都是來自哥倫比亞的比賽 他們面對巴西都能夠做到1球未失 比起已經失了6球的巴拉圭 哥斯達利加防守表現做得更好 相比之下,兩戰全敗的巴拉圭 哥倫比亞今場值得體高一線 巴拉圭今屆美洲杯入了2球 但球隊防守表現做得差 近兩場比賽半場都先落後 兩個入球都是下半場入 看到他們進攻很慢熱 而且艾達尼迪為首的後防線也做得不好 因為攻防兩面表現差 所以巴拉圭未能取得出線之間 今場比賽能擊敗哥斯達利加獲得3分 有4分的巴西取得最後一輪的慘敗 但積分更少的巴拉圭 亦要接受出局的命運 所以金像球員戰衣全無 很大機會叫進海人士 但應該都沒有力挽擊 陣容方面中場 古巴斯就是被罰停賽